小姐 我跟你说过了 这钱呢是我偷偷拿出来的 既然这样我看啊 你也就别回上海了 你别在这儿煽风点火行吗 你哥哥是让你照顾他 又不是让你打发他 好 我再加一千块 够你回上海了吧 你不是说你没钱了吗 请问我弟弟带他去哪里了 请问我弟弟带他去哪里了 我听他们跟车夫说去太封银行 太封银行对 太封银行对 谢谢 别怕我会在外面一直等着你 回去好好休息 唇妻 怎么是个杨大夫呀 他是个男的 太丢人了吧 医生 该我们的 好的 就是那个女的 麻烦你啊 好的 谢谢 小姐 你们这边请 我 去吧 有事叫我 快点快点快点 里面请 快请快请快请 你急什么呀 有一个是男的 姓姜 是我弟弟 还有一个是女的 是从上海开的 那个金凤小姐 好像去医院了 周小姐在银行上班 那一定是念过养学堂的 在银行工作 当然得是念过书的 想挣钱吗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挣钱养家的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 做少爷 来我们家教书怎么样 我妹妹一直想请一个女教书先生 我找了很多人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突然觉得你很合适 你不讨厌我 我当然不讨厌你啊 你说你这么聪明 心地又好 最主要的是得理不饶人 我夸你呢 这么说 在你眼里 我还是挺好的 而且是非常好的 我这人哪 是个假道理的人 你好心帮助人家 我又怎么能怪你呢 说句实话 如果这件事情 没发生在我们家里 我绝对跟你一样站出来 给那个女人打抱不平 真的 我很仗义的 一山归一山 这个女人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怎么样 想不想来我们家教书 我不会教书的 不用你教 我妹妹已经十八岁了 她认识字的 那 只是书中吧 有一些 有些意思她不太明白 你告诉她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要同意的话呢 我想这么办 你每天下班之后来我们家 教两个小时的书就可以了 薪水的问题你千万不用担心 绝对让你满意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打胎了 小姐 我不打胎了 我不打胎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呀 怎么了 脱我衣服 还要摸我 他们别让她 医生在给你们检查身体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正常什么呀 脱了你的衣服 让她摸摸试试看 你不怕呀 大夫还说 拿什么 什么钳子 什么夹子什么的 还得用刮的 对了 她还说 她说这孩子都三四个月了 都成型了 我不忍心 我 我 我舍不得 可你这么做 把孩子生下来 孩子更可怜呀 你都已经到了医院了 干吗 你还要后悔呀 她好像还没有做好决定 让她自己再考虑清楚 不用 医生 医生 我们真的是商量好了之后 才过来的 真的 是吗 请你相信 我 我们可是商量好才来的 现在你钱都拿到了 怎么着 想耍赖啊 你没看她怕成这个样子 难过成这个样子吗 你能不能别逼她呀 行不行 我 好啊 我把钱还给你 不能还 你要是想把孩子生下来 就更需要钱来生活呀 我哥哥可是交代过的 必须打了胎才能给你钱 我现在把钱都给你了 等等 你放心 我对你哥呀 已经死心了 我拿了钱 我 我就跟他一点牵扯都没有了 我也不会再麻烦你 我 我回上海去 从此 我们母子 跟你们姜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 你呀 我发现出来 我icie了 你可怜的 你来 我去死了 你快走 你路上捅了 人家 你快走 你快走 平时你见不着 这两天在家 怎么还见不着啊 真是时代不同了 我们那时候怎么来着 老爷在家该吃饭了 赶不去请 媳妇这就去 坐稳了 都上饭桌了 你这当大少奶奶的 奔来奔去 我们是等还是不等啊 你一个当主子的 就不会使唤人呢 大太太 大少奶奶已经让我去请过了 只是大少爷说天太热 她没胃口吃不下 大少奶奶 她也是不敢这样跟您回话 啰嗦 大太太在问人呢 还不赶紧去请 是 我这就去 不必了 人家都说不吃了 我们这是求他还是逼他吃 还傻站着干什么 等人请啊 吃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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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就去给 unwanted看 吃饭楼 吃饭楼 你 你 你拿掉了 拿掉了是不是 我 你怎么那么狠呢你 你这么狠呢你 你不要我 不要孩子 你出来干什么呀你 你这么狠心 你不要我 不要孩子 你把我放着不管 我没有不管你 我这不是偷跑出来 找你了吗你 你为什么不等我 你怎么就不和我商量 自己就把孩子拿掉了 我就来晚了一步 我都追取银好了 可是大家就是不知道 你到底是去了哪一家医院 把孩子拿掉 不是你的主意 是你弟弟 他送来了一封你写的信 说是 你要金凤把孩子拿掉 然后给他钱 送他回上海的 他 他人呢 去买船票了 说是 今天下午就要送金小姐走 达天 这 这真的不是你的主意 金凤 那天我是让我弟弟绑了回家 然后被关在家里出不来 不是我不管你们母子死活 金凤 你一定要相信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我绝对不会不管你跟孩子的 我知道 我是不会看错人的 那孩子 我没拿掉 我害怕 我也不忍心呢 毕竟 这是我们俩的感情啊 买到了 两点钟的传票 你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好狠 你居然冒充我写信啊 你混账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居然冒充我写信啊 你 我是在奉命行事 你扯出这么个打懒贪子 你不管 我在帮你管 你还怨我 你怨我 我还怨你呢 你做出这种事情 你过过家里的感受啊 干吗打他呀 干吗打他呀 打死你 别打了 别打了 别人来这么个打你啊 打运了 我怀孕了 你不能打 对呀 我 没事吧 好 好 你敢跑出来 这件事情 我不管了 你自己解决吧 我看你怎么办 好 大太太 鱼香来了 进来 大太太 大少爷溜出去了 你居然瞒着我 还撒谎 大太太 大太太 鱼香 鱼香不知道大少爷出去了 他要是没出去 中饭敢不来吃 他这是跟我欧气 他还敢跟我欧气 我再多管他几天 是他叫你瞒的 是 是大少奶奶不让我说的 大少奶奶一大早就发现她出去了 她怕大太太生气 才不让我说的 是大少奶奶不让我说的 大少奶奶一大早就发现她出去了 大少奶奶一大早就发现她出去了 那 应该 应该也猜着了吧 那这是 叫我给调教出来了 你提醒她 当少奶奶就得是这样 就得懂得装聋作哑 就是知道了 也别开口 更不能闹起来 是啊 是啊 大太太 我就是照大太太的意思 这样劝她的 那这是你的功劳了 要论功过 我得扒了你几层皮 我让你看好大少爷的 他怎么就溜了 大少奶奶让你不告诉我 你就不告诉我了 还是你想替大少爷瞒着 讨她的好 好 这家能做主替大少爷纳妾的是我 你那心呢 就死了吧 大太太我冤枉 大太太我冤枉 还喊冤 不伤心 你这张嘴呀 也就去哄哄你那大少奶奶吧 你快走 好了 走 快走 小康 好了 怎么了 你别这样 给你那个地址 千万不要弄丢了 租好了房子 马上请来写信来 你不能给了钱 就不管我了 孩子要是生下来 你都没去上海找我 我就再来这儿找你 我是说真的啊 千万别找来 我得瞒住家里 才能去得了上海 你放心 我每年一定去一次上海收账 年底你一定会见到我 要等这么久啊 这不是让我一个人 孤零零的死等吗 你等得难受 我心里也不好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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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啊 你答应我的 一定要来看我 你相信我 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 你相信我 我多希望每天都能看到你 那你就让我留下来好不好 我留下来 你天天都可以看到我 好不好 不行 季风你一定得走 但是我每天都会想着你 季风 大天 大天 好 小山茂莉的 真将玫瑰 永远不凋谢 狂风暴雨也 要和你双飞 黑月 欧蓝而去去的前世情缘 青山又相见 让我们洗手生死在人间 让我们牺牲生死在人间